好 我們現在就要回來解決剛才的練習時的B選項跟初選項 因為我算出B選項我就可以算出... 對不起 B選項跟C選項 因為我算出B選項我就可以算出C選項 然後我就會得到初選項的答案 好 第一個 作用時間幾秒 他 他要滑 他說要滑多少 滑4公尺 初選項是4 滑4公尺停下來 那他滑多久 他滑的是多久 好 他滑多久停下來 他滑多久停下來 3號 多少 2秒 請坐 3號 你代公式的人有公式的代把 齁 你有的初速 有的末速 有的位移要求時間 你代公式有代公式啊 但我用的是我都是畫體 所以呢我們就畫VT 直接求加速度面積求位移 好 這個面積就是4 然後呢 這是三角形 所以呢 底層高 10秒 算出來就多少 2秒鐘 所以我就知道2秒 所以就花2秒停下來 那因為你算出來2秒停下來之後 你就可以算出來 看他加速度有多大 他加速度有多大 然後因為加速度有多大 你就可以帶回去M.2 那他加速度有多少 你現在已經有知道時間是2秒 就很簡單了 加速度是多少 加速度是多少 OK 2分 28 加速度是2 你做 他只問大小所以不需要管證號跟負號 但是你算下來應該是負二 就是帶什麼 表達T 表達V 計時開始 0秒的時候是4 2秒的時候是0 0秒4 2秒0 帶進去 2分是負4 負2 負代表的是方向 所以一個大小就是2 所以剛才這個2 知道加速度是2 帶回去那F等M 就知道我們的力量有多大 這就是 動了時間11 來解決我們的這個問題 那同樣的想法 請問你 這裡的案多少 基本上跟剛才一樣 速速8 滑16公尺停下來 摩擦力16頓 這是少數題目 改成為質量 少數題目是為質量 反正M給MA 三個位置數 知道兩個求第三個 有力有A就可以求M 少數題目是求質量 這種題目不多 質量多少 它的質量有多少 蛤 這東西的質量有多大 這東西的質量有多大 三五 三四五 蛤?你說什麼? 你說B喔? 你說B喔? 誰可以求質量? 現在是F等於MA 就需要F嗎? 有啦有F啊 需要知道誰? A嗎? 他怎麼亂找A? 就是那個 有位移去求A那個 那老師教掌 如果有代工式的 就直接一步就解決了啦 我們沒有代工式 我們就畫圖 慢慢玩啊 速速是FIR 然後呢 墨速是0 它有個三角形 VT圖直線球加速度面積球位移 位移有啊 那墨速機是 這是一個三角形嘛 所以呢 這墨速機就是16嘛 墨速機怎麼算 底層以高 除以2嘛 所以 底層高除以2 所以算一下 我們時間叫做 4秒鐘嘛 那4秒鐘 有了以後 就可以求A啦 因為直線可以求 加速度嘛 夾塔P 夾塔V嘛 0秒的時候是FIR 4秒的時候是0嘛 往裡面塞啊 那算一下叫做 不代表的是方向的問題 表示跟 初速是反方向嘛 然後呢 那就有A啦 那有時候有啦 F等於MA啊 有了F有了A 那就可以求誰啊 就可以求M嘛 往裡面塞就可以啦 我算一下就是 5公斤嘛 所以答案就選B啊 這就是我們的做法 這就是我們的 這就是我們的 這就是我們的第三種提型 有位移去算出我的加速度 然後去帶到F等MA 來求受力啊什麼之類的 就是我們的提型 OK嗎 可以 不要問答吧 有 很好 請寫課安練習